未来各种油营地去年再次赢完两个月 许没到在年代所以因为经费报告必须关门 不过管政府有有出亚地上帝时间来 马上减土改善 还在油营地亚回后赢完 在县政府教育处的努力 还有缩短整个行政的时间之下 很快的经费又补助下来 那我们在上个礼拜 在1月21号当天晚上开始 就再度再开放给所有的民众来使用 那我们接下来这105年度 有增加了星期六 每个星期六的下午的开放的时间 所以我们现在的开放时间 是每个礼拜二跟礼拜四的晚上 还有礼拜六的上午跟下午 我们非常感谢县政府 在这么短的时间里面 把经费拨下来 那让我们所有附近的民众 都可以开始使用这么好的一个游泳池 那也解决了我们 其实我们这边的管理员 去年的管理员跟救生员 他们也可以接着来为大家来服务 然后他们也有一个工作的保障这样 不过因为寒流来 所以有因地雅人亲亲 就有管理员跟救生员在整理环境 当时感谢水温 但因为这几天有暂时停电 所以亚洲人一些东西远离去 最为我们目前只有21度左右 星期六早上有停电 我们整个早上都 这边都没有电源 风太大了 因为外面电线感好像有吹掉 好方也已经请穿上来修理 顺便由印的民众也要注意 因为不得高兴的市民 我们该团已经要结束 所以下来就要开始收费 我们依运营县政府 场馆的管理办法规定 我们游泳池必须在农历年后 开始着缩费用 那我们全票的部分是50元 那学生票的部分是30元 那满65岁以上就不用收费 第四国中的游泳地雅亭寺 英文很久了 好方表示 不真正切到救生员就能开放 有关游泳池的部分 我们感谢县福还有我们教育处 这两个我们的指导 让我们的这一个经费 已经到位了 所以我们在礼拜一 我们就会做面试招考 未来国中和台西国中游泳地 对英海平衡的民众来说 是一个很方便和很好的运动消息 开放之后 好方也希望民众可以多多利用 记者 郭兄平 彩虹不得